《樂聲》 我覺得樂聲跟其他公司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們走了一條比較不容易的路 我們走了一條比較困難的路 很多的國外的遊戲公司大的發行商 看到樂聲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在亞洲這樣的一個地方 在台灣能夠有這樣的一個蘇流 不但存活下來了 而且到今年為止還滿了十年 我們跟其他的遊戲公司又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只做遊戲不做營運 所以我們在Studio裡面的人 全部都是研發類型的人 SPEC應該是全世界最早的一個Studio 把製作的過程拆成非常有效率和有專業的 supply chain 讓它變成專業分工變成可能 而那個品質還可以被兼顧被保護 我想在這邊工作的 我們基本上都是非常熱愛遊戲 藉人而追求一個夢想 就是希望能夠做出 連我們自己都非常想要日以繼夜去玩它的一個產品 好萊塢是娛樂產業的一個龍頭 能夠做這樣的產品 對做遊戲的人來說其實是很興奮 因為當你在跟別人說 史瑞克或是功夫熊毛 這樣的產品是我們做的時候 我可以感受到身為這個團隊的一份子 他們都覺得是一種榮耀 這樣的產品其實困難度也相當高 因為要把我們的產品擺到國際上去 你必須在畫面上就有非常漂亮的效果 我們還必須要去思考說 除了電影的這個框架以外 我們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去衍生 然後甚至是創造出新的角色 熱身在過去十年在遊樂器平台上面累積得非常豐厚的經驗 還有技術的開發實力 那這一次的話我們準備把這些東西 完整的搬到新的PC On9的平台 希望有別於現在目前市面上的AMORPG 那其中最重要一點就是在動作性上面的表現 就是玩家可以透過很簡單的滑鼠跟鍵盤的操作 那他就可以進行一個很刺激的戰鬥 然後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多即時 而且光影非常鮮明的回饋 然後讓全世界的線上遊戲的玩家 可以同時感受到熱身在遊戲上面的品質還有堅持 最早其實熱身是在2000年左右 就已經開始關注網頁式的MMORPG這樣的一塊領域 我們的寵物森林的遊戲 是最早的一款和Facebook這樣SNS網站相結合的產品 從MMORPG到網頁形態的MMORPG 熱身跨出了第一步是世界第一 那麼從網頁形態的MMORPG 到SNS網頁形態的MMORPG 熱身又走到了全球的前列 熱身做美術這一塊基本上已經好幾年的時間 早在次世代主機上市之前 我們就開始在琢磨這個技術 然後我們培養了蠻多人 在我們在蘇州就有加近200個人 只要跟美術有相關的他們都可以做 幾番說是模型建模、貼圖、動作 然後或是一些2D concept 我們的技術是跟歐美他們這些國家是同步的 那我們合作的大作也蠻多的 像一些電影改編的遊戲 比方說變形金剛、蜘蛛俠 還有一些像美國漫畫的那種 超人系列的那種格鬥遊戲 那這些東西呢 在美國是有所知名度的 所以很多公司看到這些成果 會顯得跟我們合作 當我們出國 比如說去拜訪歌或是在展覽的時候 當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他們常常就說 我知道你們 我聽過你們 從哪一個Studio有介紹我們來跟你們合作 那一開始聽到說我們還蠻開心的 因為就證明說我們過去的表現是非常優秀 也得到一個國際水準的認可 當然有一些可能還不知道我們 那當我介紹說我們過去的產品 跟我們可以給它帶來的優勢 不管是在開發成本上面 不管是在我們的技術力上面 或是我們美術表現 他們的反應通常都是 哇 就是我不知道台灣還有這樣的團隊 就是說我不知道亞洲還有這樣的團隊 因為他們印象大概就是說在日本 那才會有這樣的團隊出現 因此我們在中國的共產生 跟EXPECT 我們三年來一起工作 所以我們在一起工作 我們很相互的 我們很相互的 我們在一起相信我們 我們都可以相信 我們很相信我們 他們跟他們一起工作 很幸福 好人的盡力 我們一會去做 我們在一起工作 一會做一個公共的產品 我們在一起工作 EXPECT 我們在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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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作品 開發 我們必須跑得更快 才有可能有機會達到終點